三藩市 雙子豐汽車搶劫 攝製組損失3萬多元器材 三藩市旅遊生地雙子豐 上週五發生了汽車搶劫 一輛據稱是加拿大攝製組的汽車 在傍晚6點左右遭到搶劫 匪徒搶走了價值約3萬5千元的攝影器材 然後開車逃去 過程被目擊者拍下 當時的天色依然降亮 據社交媒體上載的視頻中可以見到 疑犯將車停在一輛車尾箱打開的 多用途運動車SUV的旁邊 一名男子從匪徒的車輛走出 從後襲擊站在SUV旁邊的人 而另一名疑犯就用槍指著車另一邊的市主 疑犯將攝影器材拿入他們駕駛的銀色Infinity房車 車窗門都塗上了隔耳幕的顏色 根據社交媒體上的消息 市主是一對加拿大的攝製組 損失的器材價值大概是3萬5千元 連同拍攝好的素材也都被拿走 其中一名疑犯身穿淺黃色蓮帽愛衣 衣服背部有文字 黑色牛仔褲、中色鞋或鞋 持槍匪徒就穿紅色蓮帽愛衣、深色褲 相信兩名作案的疑犯都是男性 市民如果有任何相關資料 請與三藩市警察局聯繫 電話415-575-4444 或發送短訊至TIP411 短訊開頭標題SFPD 天下維斯記者 編輯報導